小時候的第一次對牛非常有印象 就是像我們在台北市在搬家的時候 就是聽說是用牛車來搬家 就我跟我哥哥非常興奮 因為小時候也常常看到一些西部片 人家是馬車 我們是牛車也不錯 就非常興奮地坐在牛車上面 所以想起那個時代 時代的台北市街上還有很多的牛車 那這個時代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那時候的牛車我們就知道那是黃牛 那水牛就是在農田裡面耕種 那黃牛大部分都在拉車子 牛的印象就是他們非常有耐力 那力氣也很大 能夠很堅韌 能夠很腳踏實地就是一步步地往前走 那當然也是會有一些牛脾氣 所以在我們的文化裡面講到牛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說 漢牛衝動 牛刀小刺或是牛轉乾坤 那現在就是比較流行的牛說 這個人很厲害 就說這個人很牛 就是在文化上面 這次的素胚呢 就是在設計上也是就是跟以往不一樣 那頭部位的就是它是比較圓融嘛 圓融一點就是它耳朵又有兩個半圓形 作為它的耳朵 那讓它看起來比較可愛可親的樣子 那腳的部分呢 腳的部分就是讓希望它能夠 比較像大腳那樣能夠站穩在地上面 就比較穩住整個身體 那在它的身體方面 就是重要的在它的支柱上面 那希望它是用個圓柱跟圓台的設計 那設計出來那個圓台的部分 就有點像一個蓬蓬裙那樣 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這是一個牛媽媽的樣子穿著一個裙子 我們這個素胚的這個牛年呢 就是正好可以扭轉乾坤嘛 就是能夠等疫情好了 更能夠勇敢地迎接這個未來 牛年就是要有這種意志力啊 要忍耐啊 要更有耐性去 更勇敢地去往情人跨出一步